另外富里乡公仆遗址列为国家级三级古迹 朝年淹没在荒烟漫草中法人问津 相当可惜 石牌村长杨文庆除了事项上争取 平日也和村民不定期的清理环境加以绿美化 让整个景观焕然一新 而石板遗址再加上解说牌 村长杨文庆说就令人发丝骨之忧情 原本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距今约有3500年历史的富里乡公仆遗址 经过村长杨文庆向上争取 也和村民不定期清理维护环境下 不仅重见天日 在此远眺重古田园景致 遥想石器时代古人的生活 令人发丝骨之忧情 我站的这里是左边 这边是右边 你看这里有雪旋 这个中间叫做什么那个中筋 那个房子的中间的柱子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跨起来的 然后这里是有移动的房子 富里乡公仆遗址推测 距今约3000年以上的历史 耸立的石壁为残存的遗迹 现为国家三级古迹 石牌村长杨文庆指出 当地也流传着有关遗址的口传历史 据了解一千多年 有听说那个原住民 你在这边讲说 那时候有出现有三个小孩子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白脸的 后来那个原住民就吓到了 这个遗址也没有说废掉了 就是说人家搬走 他很害怕 然后就是保留这个公布遗址 原本就是这样 我了解就是 那个之前新的原住民 他们在这边住 他们比较了解 我是这样听到这些故事 公布遗址在1930年 由日本研究学者陆野忠雄所发现 从考古学新发现 富里乡可能是东部 史前文化一个重要的人类根据地 同时是麒麟文化与悲难文化 互相学习彼此文化智慧的枢纽 如今布里乡除了是智力保存 维护之外 石牌村长杨温庆 邀约乡长陈荣冲 乡代表镀金魔 现刊讨论 其判乡公所能协助推动 强化历史考古遗址的教育功用 织网渐金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